5月16日,围绕俄军利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对乌首都基辅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时,俄双方给出了截然相反的战报。 乌方称,乌军成功击落了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12枚其他导弹。 俄方则表示,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成功摧毁了乌军装备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。 对此,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日刊文称,一名美国官员承认,当地时间16日凌晨,俄军发射的导弹导致乌军装备的美制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受损,但未被完全摧毁。 这名官员还表示,美国方面正评估这套爱国者系统的受损程度,这将决定这套系统是撤回到其他国家进行维修,还是由乌克兰军方就地修复。 在被问及这一消息时,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让CNN向乌克兰政府进行询问。 CNN称,乌克兰目前装备有两套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,一套由美国捐赠,另一套由德国和荷兰联合捐赠。 目前尚不清楚是哪套系统受到了损坏,但在俄罗斯导弹袭击加剧之际,让其中一套系统退出任务,即使是短期退出,可能会影响乌克兰保卫基辅的能力。 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,俄军导弹有可能击中了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部分设备。 美方称,俄罗斯军方可能探测到了爱国者系统发射的信号,使他们能够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发动打击。